曾经在爱情中的女人往往会迷思自己 她们往往会被爱情冲昏头脑,迷思方向 可能对方根本就不喜欢她,还洒洒的一厢情愿 很多时候,男人是不善于掩盖自己内心情绪的 当男人很厌烦你的时候 你细心发现总会从她的一言一心中找到蛛丝马迹 今天就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男人的哪三种行为暴露出她很厌烦你 女人们别再洒洒地付出了 一,不会再为你吃醋 十二道风味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 我不喜欢我的女朋友去看别的男人,我会吃醋的 真正爱你的男人,连你看别的男人这样细小的行为都会吃醋 而当她开始厌烦你的时候,你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只要你不在她的身边,她就会很开心 正好给她腾出时间去约会别的女人 而一个深爱你的男人,不会舍得将你推向别的男人 而且一定会为你吃醋 一个不愿意为你吃醋的男人 对你,对你们的感情都是不认真的 你过你的,她玩她的,你们互不干涉 所以那些允许你和异性接触还不吃醋的男人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不爱你的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 第二,冷暴力 有人说男生不擅长分手,却很擅长逼女生说分手 比分手还可怕的就是冷暴力 冷暴力被称为隐而不屑,却真实存在的暴力 很多女人多多少少都尝试过男人的冷暴力 那种感觉真的是痛苦难熬 她总是摆出一副冷冷的态度 你爱怎么怎么,仿佛与她无关 不讨好你,也不贬低你,就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女人要是受得了你就受,受不了分手,她也不会挽留 她甚至连和你吵架的兴趣都没有了 任何事情都选择沉默,你问他,他不理你,还说你多心,自己无理取闹 总之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通通与他无关 这种男人最虚伪,他想通过冷暴力逼你离开 在外人面前还保留老好人的形象 是你先离开他,是你先抛弃家庭的 当一个男人对你冷暴力的时候 女人不要傻傻地纠结,检讨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他只是不再爱你了 对你没有感情,没有爱,所以他不在乎女人的感受 三,对你性惩罚 俗话说,男人爱不爱你,性会告诉你 性生活规律,在婚姻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爱是心灵的交流,是感情的升华 若在这段感情中,他感到不开心,有问题对你自然提不起欲望 他的身体也不会产生性欲 这个时候,男人却总是一忙,累,没时间为借口 不愿意与你亲近,下班回家倒头就睡 这个时候你就要仔细思考,这样的匮乏以后你能不能承受 这样的不爱你,则不值得继续留